这康熙皇帝啪的一拍龙叔啊 蹭就站了起来 手上指着地下的海东青啊 这嘴里骂的可是八一印寺 这印寺竟然干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 从今以后 朕与印寺的父子之情算是绝了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我的书场 今天啊 咱们继续聊清宫一案 那个儿子谋害父亲的话题 那么今天咱们要聊的是 哪人俩呀 今天咱们就要说说 这康熙皇帝和他的八儿子 印寺之间的故事 涉及到这人俩的故事啊 那叫做碧英事件 有好朋友说听着耳熟啊 不过这碧英事件 不是这康熙皇帝和他的十四儿子 大将军王印寺之间的故事吗 说到这儿啊 咱们不得不多聊两句 您看啊 咱们现在是一个泛之士的时代 什么人都能在公共媒体上 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也能够啊 宣扬自己的理念 这百家争鸣嘛 肯定不是坏事 不过呀 有一点就要让我们这些 读书的人提高警惕了 您就比如说历史吧 学术观点呀 我们逐一讨论 不过呢 我们最起码得分清 什么是故事 什么是史料 就说咱们今儿要聊这故事吧 您打开搜索隐形啊 一搜索这碧英事件 出来的分析啊 基本上都是分析的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 哎 或者说吧 是二月和先生那本小说 雍正皇帝 这个碧英事件呢 基本上就提及了三股势力 一呢 就是康熙皇帝 再来呢 就是大将军王印提 是那个进献受礼的人 第三方啊 就是印刺为首的八爷党 哎 就是把那个受礼 换成死鹰的人 这具体的细节啊 您去参看电视剧去 哎 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是宝贵的 不在这儿啊 给您穷掰去了 得了 既然这样啊 我干脆啊 就跟您抖了 清楚了 得了 实际上这历史上的碧英事件上啊 跟这个老十四 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就是发生在康熙皇帝 和八个印刺之间的故事 这话呀 就得说到这康熙五十三年 的十一月二十六日 就在两年以前 康熙五十一年 康熙皇帝废除了应刑的太子爵位 说实话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 这康熙皇帝的心里 一直不宣分 因为呀 他必定看自己培养了四十年的皇太子 就这样倒了台了 哎 虽然是他自己的原因 可是这老皇上心里呀 还是很难过 五十三年的木兰秋显呀 虽然这皇上在热河行为打猎了一个秋天 也没见着皇上能有多开心 十一月份的时候啊 这老皇上啊 就决定要起驾回北京城了 正当这鸾驾呀 从热河逛回走 走到京北密云县花玉沟的时候 哎 这故事啊 他来了 康熙皇帝走到花玉沟的时候 发现这个地儿啊 风景还是着实的不错 船指下去呀 要从这儿扎住营帐 休息几天 就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这天 这内庭总管啊 滴滴滴滴的 跑到康熙爷的牛皮大帐里呀 跟着康熙爷回奏 八个印刺 派来给皇上请安的太监在外边候着呢 皇上您是贱 是不贱呀 那么有人说这康熙皇帝穆兰秋贤 八个印刺 为什么没陪同前行呢 关于这一点呀 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呢 这次穆兰秋贤呀 在陪同出巡的皇子名单中啊 本来就有八个印刺 可是他呀 因为有事情耽误了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这次穆兰秋贤呀 本来就没有八个印刺 因为这您一看这后来 陪同皇子的名单 您就能知道 都是小一番的阿哥们 十二个 十二 十五 十六 十七皇子 这两种说法啊 您信哪个 由您 实际上跟咱这故事 关系也不是老大的 那么按照咱们第一个说法 这八个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处理 那他干嘛去了呀 要说呀 他这事啊 还真不小 因为这件事情 跟皇上爸爸请假 不参加木兰秋贤呀 那完全是有理由的 为什么呀 因为八个印刺的生母 梁飞魏氏 就是在康熙五十年 十一月二十日 轰式的 所以说这康熙五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日啊 是这梁飞娘娘的 三周年忌日 作为梁飞娘娘 唯一的亲生子啊 这八个印刺 得到尊化皇陵 井灵的飞远寒 去给妈妈做祭 哎 当然了 那会儿还不叫井灵飞远寒 那会儿啊 应该叫尊化皇陵 康熙朝飞衙门 改称作井灵飞远寒 那是康熙皇帝 驾崩以后的事了 说起这梁飞魏家事 这一生的命运 实在是凄惨 他爹阿布奈呀 是内务府 正武品的一个文职 您别看是个武品官啊 可是这当官的地儿 他有意思是新者库出身 也就是说这祖上啊 多多少少的都犯过点错误 这梁飞娘娘进宫 实际上通过的 不是八旗的选秀 而是内务府的选秀 内务府选秀干嘛呀 进宫当宫女 您这新者库出身呢 只能干脏活累活 谁想呢 被老皇上看见了 还就被林姓了 还就有了孩子 这一下子呀 宫女就变成娘娘了 您可别以为 这对这个梁飞娘娘 是时来运转的好事 实际上 在康熙皇帝的后宫当中 新者库出身的妃子 身份是最低的 本来这当了妃子以后啊 那就是乌鸦变了凤凰 谁也不敢再提 这新者库出身 这码的事了 可是啊 别人不敢提 爷们提啊 康熙47年 八爷印寺 也就是这梁飞娘娘的亲儿子 陷入了夺嫡之争 皇上啊 就亲自对满朝文武表过态 说这八爷印寺啊 是新者库见父所生 没有资格当太子 之后啊 只要一生气 在朝堂之上啊 就把这些话挂在嘴边上 可想而知啊 人之常情 这梁飞娘娘的心里啊 有多面的难过 就因为自己新者库的出身 耽误了儿子的前程不说呀 还导致这印寺啊 成了满朝上下的笑饼 夹器攻心呢 就在康熙50年 这娘娘啊 轰式了 自己妈妈受的委屈 这印寺比谁都清楚 所以说这早早八八的 才在康熙53年 木兰秋贤以前 就向自己的父皇告好了嫁 好在11月20这天 到尊化皇陵 给自个的妈妈呀 做三周年计 所以说这八个印寺啊 才没能陪着老皇上出行木兰秋贤 皇上在牛皮大仗里一琢磨呀 既然这八个派来请安的人已经到了 那见进就见进吧 于是啊 不带一会儿的功夫 那太监呢 就从外边引进来两个人 一个呀 是八个身边的太监总管 还有一个人呢 是个鹰把式 两个人给皇上磕完头以后 就站在了一边 这康熙皇帝肯定得先问话呀 说老八事儿办完了 这太监赶紧抢布回话呀 说这个娘娘的事儿啊 11月20就已经办完了 一切都很顺利 只不过八爷呀 哭得太伤心 病了 他让奴才呀 回皇上话 说八爷呀 在昌平汤泉后驾 等皇上到了 他接驾之后啊 再一同回京 八爷还吩咐俯身的鹰把式 训了两只顶级的海东青 给皇上送过来 那又说了 这海东青是什么呀 这海东青啊 是一种能捕猎的顶级的猎鹰 这鹰啊 个头不大 可是这种鹰啊 竟然能在天上捕猎天鹅 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 是这种猎鹰捕猎呀 是狩猎当中最高等级 据说能调教这种猎鹰呢 就只是女真人 而且呢 这种海东青啊 他也出在东北 在当年啊 无论是蒙园 还是契丹人见得聊 都有自己的鹰鹿 这猎鹰海东青啊 在满洲人的心里 那又是另外一个高度了 这满族人的信封 萨满教 那是自然崇拜 所以说呀 他们就把这神鹰 看作是人类的始祖 恩人和老师 这鹰神呢 自然就是世间所有动物神灵的首领 满语称作啊 达拉加魂 所有这些神鹰的首领啊 叫做达拉代民 他们通常啊 就用这个达拉代民 来隐喻皇上 可说呢 他们认为 这鹰里边的魁首啊 就是海东青 人里边的人王子 那自然就是皇上 那现在的皇上是谁啊 那自然就是康熙了 等这个鹰把事 把这装了两只鹰的大铁龙啊 往这个大帐中间一放 去除了笼子上的围帐啊 往里一看 大伙都傻了 只见笼子里边鹰架上 站着这两只海东青啊 搭了这脑袋 呛着毛 比这鸡窝里淋了雨 唠了牌的母鸡还不如 这晃晃悠悠啊 眼见啊 就要从这鹰架上 掉下来了 鹰把是吓得 赶紧跪着地下 磕头如鸡奔碎米一般 这牛皮大帐当中啊 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 什么 宋皇上这样的海东青 那简直就是大不敬啊 这和咒康熙老佛也死啊 没去 可说嘞 这空气不能总凝固着呀 过了三十秒以后啊 这康熙皇帝 啪的一拍龙叔啊 蹭就站了起来 手上指着地下的海东青啊 这嘴里骂的可是八一印寺 这印寺竟然干出如此 大逆不道的事 从今以后 朕与印寺的父子之情 算是绝了 那么因为两只病了的海东青 这康熙皇帝 至不至于跟儿子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那么又是谁 通过这两只海东青 坑害了八一印寺 您要想听这里边的真凶是谁呀 咱们明天 接着聊 便知识 呢 诶 噏 诶 诶